好 我们这边呢 先说明一下 直数的定义 假设p呢 是一个不等于1的正整数 那p如果是直数的话 他有个充分必要的条件是 如果呢 某一个整数呢 正整数呢 会整除p 一端来讲 我们就将符号记为 d整除p 这个时候啊 d要不然是等于1 要不然就等于p 这是他的一个定义 那我们也知道 直数呢 事实上有无限多个 2000多年前的 欧基里德就已经知道了 好 那我们打开我们的Eclipse 我们这里建立一个 Java的专案 那因为这是跟直数相关的 所以我们就打prime 好 那我们 原则上是source code跟变译出来的 case上的同一个 资料夹 好 按finish 然后点上prime 按右键 我们新增一个class class的名称呢 因为这是 第一个的话 我们就打ex1 好 那我们这边 勾选public state 设计 voidman 等等 好 那我们呢 的做法呢 为了以后比较好用起见呢 我们还是把它做成一个 静态的方法 好 我们这个静态方法呢 他的前面的修饰值 当然还是 public static 那么原则上我们随便丢进去一个正整数 当然你要先判断他是不是直数 所以他的输出当然是 public 那我们的方法名称很简单 isprime 丢进去的参数 当然我们就丢进去 ant n丢进去 好判断他是不是 值数 好 好 那 我们的 一个做法 当然 在这边来说的话 嗯 我们当然先排除一些不可能的 如果 我们的n 是等于等于1 他当然 在这边来说他不是 值数 所以就return false 第一个情况先 排除掉 剩下的情况呢 我们再去做处理 原则上我们的这里的做法就用释除法去做 释除法当然就是从 2 一直到n 整个去整除 到n-1 或者是 去整除看看 好所以我们 这边呢 我们需要一个 复回圈 复回圈呢 我们这边的变数呢 假设是从d开始 d呢 从2开始 一直到 好 n-1 所以d小于n 每一次呢 我们当然就是 加加 好 所以只要他是 能够d能够整除 n的时候他就不是 值数 好所以我们 这边呢前面当然我们要先预设一个 变数 物理的一个变数 所以这个物理的变数就是我们的一个结果 好 那我们当然说他的初值呢 是先设为是true 如果这些 都不成功 当然就是 就是true 好所以我们这里的做法呢 在复回圈里面 如果 n 除以 d的 余数 如果是零的话 这时候呢 当然我们的result 就 不是直数 好既然他是不是直数我们的for回圈也没有必要再跑下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用到这个辞令break 好 那整个for回圈 他是进行到这这边啊 我们把版面重整一下 复回圈是到 第11行结束 所以呢如果你整个测试呢 都没办法整除的话他当然就是直数所以最后你就return 的result OK 好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可以做一个简易的测试 好 好 那我们看看 值数部分 好比方说我们 把 97 丢进去 97他当然是 值数 他预期出来啊 当然 当然就是true 看看是不是正确 确实是正确 那确实是正确 然后再换掉其他数比方说是 93 3 他不是指数 好 那在这边程式这边呢 我们 其实可以稍微做一点修改 就事实上呢 第一呢 他不一定是要从2一直试到 n-1 事实上他只要试到 n的开根号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这边呢 再把一个 啊 变数叫做nn nn呢 是 嗯 n的开根号 好 所以这个开根号 这是在 max.sqrt里面 这边就改 n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d小于n的地方就改成d小于等于 nn 好 那我们看看 这样跑当然程式就会更快一点啊 特别当你的n比较大的时候 好我们看一下 好 这是正确的 它是该97 这也是正确的 好 那我们程式呢 其实还可以再更 进一步再做修改 然后目前先测试到这里